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风和日不利啊 今天下着一些毛毛的小雨 但是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我觉得今天很多店里面应该不会太急 那今天呢是打算带大家去看一下这边的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可以去撸撸猫啊 撸撸狗啊 撸撸猫头鹰啊什么的 好 现在从电气接口这边出去 这个雨其实还是有那么点大的 因为上次来这边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地方都可以亲密接触小动物 所以呢今天打算亲自来这边尝试一下 但我感觉今天虽然是下这么大雨 但是秋月园街头的这些人流啊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这边一直往前走 评论区里面有留言让我来这边AKB剧场来拍一下这个柱子 好 就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愿望吧 看着周围这附近啊这么多美食店 我突然想到我现在还没有吃午饭 看着周围这边是三十分钟一千五百日 他吞钱的速度好快 成年人然后他会出票 好 是的 谢谢 谢谢 这位是有小子的哦 这位是有大胆 对不起 这个女孩是哪个小孩的 这位是有大体二岁 2岁左右 多いですね 意外と 大家看的就是小作為 好可爱啊 我摸上去他这个 上面这个字还是比较硬的 应该可以扎伤人 来吧 亲大家一口 害羞了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然后抱完他之后 他就一动不动睡着了 真的是一动不动 然后他这边呢 还有小兔子 这个兔子怎么这个姿势啊 太难看了 你这样睡觉 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这边还有猫头鹰 哇 好大的眼睛 你好 你好 说什么呢 听不懂 到上面提示 可以用手去摸它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不是带了美瞳啊 好软啊 这个毛 我知道这猫头鹰 它颈部转动的 这个角度可以非常大 还是挺有意思的 转过来 转过来 不听话 喂 你们俩在干嘛呢 你可以跳上去运动一下 这么胖 这边是两条 这边是两条 应该是柴犬吧 你好 你好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攻击击击 嗯 又不猜我了 这边 这边这只猫头鹰跟刚刚那个相比 好像眼睛小了一点 然后这个色彩比较暗淡 比较深 而且还比较瘦 来摸摸你 舒服吧 舒服吧 今天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 所以都没有什么人 就我一个人 独占 太好了 咦 它开始吃东西了 下午差时间 它这个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吐粮 不踩我 把头给转过去了 你嘴吃的好快啊 这样 这样应该会 这样会不消化的 这刺猬是不是都爱睡觉啊 我看到这里面有好几只刺猬 他们都是在睡觉 这边也是 这边两只也是 这只 然后是 这只 现在好像有一对情侣也来了 现在整个店里面就有三位客人 看一下这边的小刺猬 这边的色彩 还比较 比较 比较亮 比较白 它整个店里面布局就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桌子 然后上面摆了一个小动物 然后这个桌子的话 一般可以坐四个人吧 大致平均可以坐四个人 然后去摸小动物的时候 它特别是那个小刺猬的时候 它建议你要 戴上面这个手套 可能会 防止它上面这个刺啊 扎上你的手 然后在那个区域就是两条小狗 这边也是小刺猬 这边是放养的 然后那边是圈养的 这猫头鹰的话 总共有两个猫头鹰 我发现好像他好像比较喜欢用右眼在眨眼 左眼不怎么动 不知道这猫头鹰它会吃什么东西啊 那边那只猫头鹰好像是可以给它喂这个饲料的 想什么呢 一言不发 你看看你多开心不用上班 也没有什么烦恼 好录了完现在 录完现在下去了 总体还是比较不错的 OK 那我刚刚录的是小刺猬 还有录的是猫头鹰 还有一只小兔子 它的费用是30分钟1500元 可能有那么点小贵吧 就不知道除了这些小动物之外 还可以录别的什么动物 比如说录什么狮子啊 老虎啊 好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